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偌大的工业区 没有几个人找工作 这些人都上哪里去了 今天找工作 经过这个工厂 到底是怎么了 倒闭 外面协业 这个厂不了解 以前是生产 塑胶和香蕉产品 成绩也是几百人的工厂 工资和待遇都还可以的 怎么说倒闭就倒闭 员工都上哪里去了 是回老家 还是去别的地方找工作 今天的工作不好找 有工作的朋友们 一定要珍惜 最近经常看到网上很多人讲 东莞大量的工厂倒闭 或者是搬走了 小园刚好也是在东莞这边上班 那我就带大家去看看 位于东莞长安这边的工厂的 一个经营状况 对面是欧婆厂 欧婆厂的话还在矿件中 经营的很好 这些他们还有很多 穿着一致的衣服 背着一致的包包 前面这家公司 外面还挂着那个招工的牌子 挂了四五个 走在路上人比较少 基本上这条大路上 没看不到几个人 这个产业园是蛮大的 但是它里面有几个小厂 可能有一些小厂倒闭了 看一下 现在这个工业园就剩下一个联机垫子 上面的两个 他已经把他的厂牌名也撕掉了 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 运气和来头苦干的精神 创出了一片天地 过上了想要的幸福生活 而其他大部分人 情形恳恳一辈子积累的财富 还不如人家轻松炒一套房子积累的财富多 来头苦干的干不过投机去巧的 可以后你就是心甘情愿的卖力气 机会也少了 原因是 大家储操对多的可能就是环保一道歉 关了不该关的 根本不给一些企业转型升级的机会 没污染的也关了 企业主很伤心 民工没了工作也很难过 建筑业低迷 其上下有产业受到影响 不再需要很多人 这两年明显感觉建筑工地上的火少了 随着国家遏制房价的快速上涨 炒房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该建的已经建的差不多了 建筑业低迷 其上下有产业也陷入了低迷 大量民工面临失业 得考虑转行 另谋出路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下一期节目 近期年来随着神战化推进 农民也纷纷离乡开始步入城市 都是怀揣着梦想在城市就业 不过大多数也渐渐接受了城市 大多岗位不适合自己的现实 所以只能在城市看一些脏肋差的火 或者是经营一些小厂 不过随着国家对环境的重视 一些不达标的小工厂也纷纷关门 无疑有着大量的农民开始无奈返乡 其实这种返乡现象早就有出现 背后有太多的心酸与窘迫 除了工厂停工之外 农民无奈返乡的原因其实还有很多 首先是物价上涨 外面也挣不到钱 所以就没有必要外出和家人分离了 所以就选择了回家找出路 毕竟也感觉自己还是迟早要回去的 晚回不如早回了 所以纷纷就想回家找个工作 也许还能过得更好 其次就是为了孩子 对于农村孩子而言 上学依然是一个问题 虽然农村孩子 照顾 在这个原因 这一边 也许是有那么大 正在这边 没那么多 什么 我